不紧张不紧张我不紧张 你不紧张吗 我没想到你不紧张 那要不你就先来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喜行预色的主播八代 然后很高兴来到你的地球漫步 还是漫步地球 漫游漫游地球 因为我总想起来潘美博 那个叫壁虎漫步嘛对吧 我是笔虎灯灾文字对吧 我没有听过 我没有代沟 我没有代沟 派伯那个壁虎漫步还挺好听到当年 我回去听听 所以你这个是漫游地球对吧 对 不是漫步地球 那就好 漫游地球呢 就意味着是咱们走的呀 是水路漫步是说 漫游好嘛 地球百分之七十多都是水 漫游就能游到更广阔的领域啊 那除非你有深海恐惧症啊 所以呢 这次咱们来漫游地球啊 聊漫游什么呢 漫游漫游地球上的美食啊 这个美食呢 专指就是老东北美食啊 因为我是个东北人啊 我是八九年的东北人 三十多岁啊 我我完全没有听出来你的这个口音是东北人 你是哪呢 我是天津的 你是天津 我也听不出来你的天津口音 因为天津人说话特别标志很明显嘛 对不对 很明显 我没有那种 就是天津 我来到煎饼 然后咱们就进入正题了嘛 我这个真正开始就是专业啊 专业研究做饭 什么叫专业研究呢 你是会为他动脑筋的 是这样 你如果你糊弄的时候啊 你只是把有什么食材倒进去 整吧整吧那种去糊弄啊 真正专业的呢 你要为他思考 相信思考这个词 大家都不陌生 就是你真正用来思考的时间 开始其实是逐步的在增加 甚至有时候 你前期准备的时间 思考的时间 大于你真正动手吵的时间 这就意味着 你真正进入到专业的做饭领域了 所以我真正专业做饭领域 可能也就是两三年这个功夫 大概这么一个环境 我想好奇的问一下 就是你说的这个思考 是指思考什么呢 是在哪买菜 买什么菜 就是哪种菜做的 怎么做比较好吃 还是指什么其他的呢 这个思考思考更多的体验在创意上 就是说你这个菜 就是你看了比如说老冬北美食 他给你的一些方法之后 你要根据自己 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 对不对 就是说他说这个猪前腿肉 那我用猪后腿肉行不行呢 比如说我用别的肉 羊肉行不行呢 总有这些东西 包括你刀工 人家切什么样 对吧 OK 你要切的跟他一样 OK 那你也可以改变一些工序 道路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 最近到了很多菜的时候 要调碗汁 对不对 他说这个比利比利 但是你不一定都有啊 这些东西 而且比如你喜欢吃酸呢 多加二素 喜欢吃甜多加二糖 对不对 种种这样的一些东西 包括他的锅 跟你锅也不一样 那么你就要考虑说 我做这个时间呢 火候要大火中火 小火呀 对吧 倒是用蒸的 就炒的这些东西 到底应该怎么办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个真正会思考的人 他做饭的时候 会跟自己自己家里面的 我们临场有什么东西 我随便的添油加醋 或者说 任意的增减 对不对 这样是才是说 你是专业的 而不是说 你邯郸学部 你东施笑评 原来就是专业的学作 算是这样的 就是看见教程 还会思考一下 就是他为什么这么教 然后我怎么给他 进化一下 优化一下 然后像我就是可能只是 人家让我干嘛 我就干嘛 然后可能就是像你说的 邯郸学部 也不一定学的会 你做饭多长时间了 我可能就是像你说的那种 就是从毕业 可能就就是断断续续的 自己做饭 但是 也就差不多是糊弄吧 就是也没有太多的思考 就是保证自己 不被 不会食物中毒 然后不会饿着 那你 糊弄来 糊弄去 你就是 你现在还没有到达 我那个 那个节点 是吗 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 我是有一个节点 就突然决定 我不糊弄了 对 你还没有到达 那个节点 是吗 对 我也 就是 怎么说 我好像也并没有想要 到达那个节点 我就觉得我这样也挺好 你到达那个节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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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 就是 怎么说 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种 状态 还是就是 就是突然某一天就醒悟了 我这么跟你说 就是 很世界上有一种偏见 认为 女性 那个开车水平次 这个 谁然是一个偏见 但问题确实是 世界上有很多的人 他们 呃 是 不太愿意 比如说 深刻的钻研某一个东西的 而这种深刻的钻研某一个东西 呃 有可能 呃 他 要有一个前提 有个什么东西驱动着你 对不对 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 叫做上瘾 就是跟你上 赌博机 呃 包括 飞叶子 类似的这么一种机制 上瘾 那比如说 很难的 因为他 天生比如说喜欢机车啊 这种机械的这东西 所以他上瘾 他对开车上瘾 所以会专门就会专严 所以当赛车手 各种都这种东西 他就会把车开的特别六 当然 这个并不意味着 平均水平比较高 只不过是 他开的六 这种开的六的人多 那么也有开的很刺的人 就是 上瘾会让你对一个东西产生很 想专严的感觉 包括打游戏 对不对 你小时候玩超级马力 混诺罗 对吧 一个上瘾的人 他就会 想我这块怎么跳过去 我这块怎么开枪 我这块怎么躲这个敌人 包括小时候下军棋 下将棋 甚至打口袋 这些东西 你上瘾 你沉迷他 对吧 咱们现在总讲到一个词 说什么沉迷什么 什么无法自拔 对不对 甚至什么国家 还有什么反沉迷系统 这种游戏反沉迷系统 对不对 沉迷其实是顺应人性的 你人天生的 有些人的基因里 更多的就会容易上瘾 容易沉迷 那我对做饭 我一开始 我只是因为 没有深刻的了解他 我孵皮潦草的 对不对 我可能一辈子 比如说开车 就浑噩噩的开车 然后 也不提高什么技术水平 包括很多 有些人 打一辈子麻将 就打的 习烂 习烂 经常给人点炮 对不对 也不递牌 也不看牌 对不对 他一辈子都就是这样的 有人天生是这样的 他就是有一种 道法自然那种 就是慢性子 什么都不管 无所谓 也不争个输赢这种基因 但是对于我来说 一旦你让我学一个什么东西 我开始入门了 我就会上瘾 我就会让自己变成这个领域的一个人才 一个更精通的人 我学什么 包括下象棋 包括打篮球 包括很多很多 包括爬山 很多时候打网球 对吧 打羽毛球 打乒乓球 你都要有一个上演的过程 你真正上演 你感兴趣了 你就会开始作业 做饭 就是如此 所以这个做饭这个事 它并不是你出现在人生当中的一个孤立的个案 它是你一个人 整体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感情 一个对外界的应激反应的这么一个体现 其实就是你的兴趣点在做饭上 这件事情能让你上演 所以你就愿意去钻研它 去思考它 有可能 有可能 那就是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让你开始做饭的这个 契机是因为外卖的问题 对吧 不是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外卖的问题 是因为我就是讲不好吃的 就是因为我从来也不是说经常点 我并不是说 我没有一个经过说 我要选择点外卖还是做饭 没有没有这个这个选择的这个这个思考的过程 比如很多人要思考说 哎我今天是搭配这个呢 还搭配那个呢 我今天打车上班 还是公安上班呢 在我看来我的人生里没有点外卖这个选项 没有从来都没有 我指的比如说贵是指上上饭馆 我想吃很多好吃的菜 那得上饭馆 我也是亲自去 我不是说点外卖叫到我家里来 从来没有这个选项 我的人生里外卖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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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卖星自杀 你这么理解就对了 是一个人是很自杀的对不对 外卖跟呃跟吸烟跟酗酒 就在我看来是同等的一个东西 就是绝对不会下载饿了吗 不会为饿了吗和美团贡献一丝丝的流量 当然也贡献过 但是这贡献这个这个外事有个度啊 不是绝对的 那我也喝过酒了 对不对 这个但问题是说 那我我贡献的时候往往就是说 我实在是比如说我想了一下 我今天也没有说特别的要求 然后我就是哎 有羊毛好 那咱就好一下 对不对 有羊毛好就好一下 对不对 哎哎就是我很好奇 这个比如说对呃 对做饭 然后吃饭这件事情很感兴趣 然后很认真 是你觉得就是你是受到什么影响 然后是这样的呢 是你就是比如说你父母 或者是你朋友 他们都是就是你们大家都是比较喜欢 就是喜欢一个东西 然后亲自去饭店吃 而不是点外卖 或者是呃 从小父母对待这个做饭这件事情就很认真 然后你被影响了 还是其他的怎样 没有没有 是我自己的就是天赋一饼 跟父母家人没有任何关系 很厉害很厉害 我是一个我是一个就是就是天赋型选手 对就没有说呃 以为是家里有这个环境了 没有就是我自己愿意愿意钻研这个事 而且这个你自己做饭他呃我刚才讲的是一个上野 另一方面就是说呃你确实是有自己爱吃东西 那很多人其实很多人从小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呢 他也不觉得什么东西难吃 也不觉得什么东西好吃 对吧 能能感觉到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比如说我是一个呃和尚或者是一个道士或者是一个一个尼姑 他无欲无求 这种无欲无求的人他其实就不太愿意说动手会做点什么东西 没必要对不对 因为没必要 那别人做的他也都能接受 那我从来就是一个有欲有求的人 所以就更愿意自己动手去琢磨这些东西 对对对 我感觉到你是一个就是嗯 充满了热情然后充满了激情对很多事情都有呃 都有好奇都有兴趣的一个人 是的 是的 那就是这种性格你觉得是怎么练就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会呃可能会过得更开心 然后更能感知到幸福是这样吗 哎呦今天晚上这是你问的第一个好问题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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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那就那就当这个问题之前的所有问题我都没有问过 哈哈哈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这么很直白 我不是真的那个什么 但是很有意思 就是你说的非常对 就是我从小一般可能是 被当成一个人类来看待 就是讲究自由 就是这个自由并不是说 父母说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怎么样 而是说我从小在我看来 就是很多什么事我都知道 比如说家里比如说遇到什么事 然后大人交了哪个朋友 家里或者是遇到困难 或者是缺什么 或者说大人们甚至他们有时候会聊一些 比如说社会上的事 最近这个哪个官又怎么样了 这个企业老板又怎么样了 包括还有议论同事这件事 这件事他们从来不避着我 就是让我从小就觉得我的思路是打开的 就是有很多家长他们在面对小孩时候 他们会误以为小孩只能用小孩 那个层次的东西来跟他们沟通 你大概能理解吗 就是一看到小孩就说 小朋友这个苹果是什么颜色的呀 你几岁了啊 你在学校喜欢跟玩什么呀 你这个这个蠢的冒严家长能理解吗 蠢的冒严 我从来在我的家庭环境里就没有这样的蠢的冒严的行为 我一直被当成一个正常的有思考 有智慧的人类来看待 就是这样的水平 所以 那然后 那家里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 也会问我说你有什么意见呢 对吧 就是我我是拥有充分的这个怎么讲的 叫做言论自由的啊 我的自由可能更多的体验在这种言论 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上 比如说你更多的自由 王思聪可能拥有海鲜自由 拥有汽车自由 这个是物质条件 咱们那个没办法比啊 这个比较但是在思想和言论上 我是有可以说 我感觉我比很多孩子是要自由的多 那你拥有这个自由之后 我从小就不给自己设限嘛 是吧 不给自己设限 那 呃 虽然比如说有些东西呃 满足不了我 比如说我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鞋啊 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房间满足不了我 但是这不妨碍我想嘛 这不妨碍我想吧 那小时候 很多时候其实我想吃什么东西 那家长也会说这个 哎 总是这个这个也什么不好 或者说外面那些什么 或者说呃 那个总花钱呢 什么也不对 咱家也不是那么富裕的人 对不对 但是没关系 那我长大了 我都可以自己弄嘛 对不对 我就会想办法啥 就是你要自己去实践他达到他 呃 人生其实是这么一种东西 就是说 你要不断的给自己设立目标 去实现他 呃 这跟其实游戏是一样的道理嘛 你想想跟工作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呃 敢于设立目标的人 他就会敢于去行动 而敢于设立目标的前提是说 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创造一点什么 或者改变一些什么 我要去跟这个世界做一些交互 而 这个前提是要你有自由的思想 说交互的定义是什么 就说是两个 像我和你现在处于交互状态 对不对 那你们两个有独立的灵魂 独立的思想 这个东西 这才有意义 否则你你面对一个程序 是吧 你给他输入一样代码 然后你点个鼠标 他给你反馈 这这没有什么交互感 是吧 那是电子化交互 而你一个自由的人 你有自由意识 你就会 哎 我我我触碰了一些这个世界 我尝试去买买菜 跟人砍砍价 我尝试去搞点什么 买个菜刀 搞点什么东西 我尝试去不断的做这个事 而不断的这个交互 又会给你一些反馈 你在这个探索过程中 就像在打游戏通关一样 那你就会 你这个自由就会得以施展 在我看来 呃 自由并不是说 你已经拥有了什么 说王思聪 比如拥有了一百艘游艇 或者我租下太平洋 十个岛跟我玩 并不是这个 而是是 而是你还敢去探索什么 这个所以说 做饭在我看来 是一个不断的探索 我的呃 世界 我跟世界在做交互的 这么一个一个过程 所以他很有趣 我感觉到就是 你的父母是完全把你当成一个 独立的 有思想的一个人 独立的人来看待 然后他们充分尊重你的想法 然后支持你的想法 就使你对世界的一切都很好奇 然后也不会为自己设限 然后做饭只是你 就是众多兴趣点的一个 是你探索世界的 和世界交互的一种方式之一 只是一种体现 对吧 对的 但他们也不会百分百支持我 比如说家里没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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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自由 能表达而已 那那我很好奇就是你是怎么看待失败的呢 就比如说你有没有 嗯 就是比如说在探索某件事情或者是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呃 做失败了 就是没成功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呢 呃 这个方面其实我做的很差 我很多时候是难以给失败归结一个原因的 当当你难以归结一个原具体的原因的时候 或者找不到这个失败的原因的时候 呃 你就会变得我就不是你啊 我这个我我这个 拿我胜身鼠地讲 我就会开始烦躁啊 这是这是我做的很差的一个地方 就是 你面对失败的时候 就是我总会想到说 他是为什么吗 对不对 你你对世界还很好奇 那你就会跟感受这个交互 哎 为什么 对吧 这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失败了 但是很多时候是原因是找不到的 你找不到你就 那后来我自我调解方法就说 我找不到 我就随便让一个啊 随便我一个 哪个零我最近我就我就赖到那个 哪个那块 随便哪个 其实这是一个呃 不太成熟 但是还算过得去 或是差不多的一个方法 你可以通过这个调节 对 自恰了就是这个 对对对对 那如果你恰好 能找到这个原因 那就我就很开心 我这个所以我在呃 你可以这么说 我本质上我是不怕失败的 我只是我只是不知道失败之后 我想打断一下 我刚刚就是刚刚才想问 那你害不害怕失败 然后你就说了就是你 你是不害怕失败的 对吧 对对对对 我跑到你前面了 你继续说 我我特别好奇这个 本质上是不害怕 但是呃那对于失败时候 因为呃在我看来 我有很多种预案嘛 对吧 你失败的时候要要怎么做 怎么怎么做怎么做 那最怕就是说 你不知道这个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吗 其实呃很多历史事件 很多人都是想 比如说那个谁 比如说呃呃 乾隆看到马尔卡尼来了 他没有愿嘛 他说马尔卡尼是个什么鬼 一个一个一个激发扁眼的洋洋人 就是什么鬼 他没有这个愿 所以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嘛 对吧 很多时候对吧 你你中国人这个整着长毛啊盾牌呢 然后英国人拿着长枪就滚了 长枪喷火了什么东西 没见过对吧 你没有这个愿 对吧 那就很可怕 所以当你一旦见的多了之后 你就开始有愿了 就就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不太害怕失败的 然后你根据你找到的这个原因 你就一个一个尝试嘛 然后你就会不断的再再迭代 然后再更新 所以在我看来呃失败 我最可怕的是你找不到原因 找不到原因 所以这个很难除掉 我相信其实很多人在找不到原因的时候 呃也都也都是不太成熟 但是我特别欣赏一种人 就是说呃找不到原因啊 哎那就放弃吧 我其实其实我挺欣赏这种人的 就是放弃其实有时候是一种呃很成熟的品质 很宝贵的品质 就是该放弃就放弃挺好的 然后你放弃之后你的情绪也不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你也不会说难过啊 或者是怎么样 这种品质其实是我一直不太具备的 我感觉就是就是你没有把失败当成对你的否定 而是当成了一种进步的机会 就是好像哎 我又找到这个原因或者是这个方法不行 好像我就是又前进了一步 哎你你最近那个在网上刷到那个校团呗 就是有一个考呃公务员或者什么考研的一个题吧啊 一个题 然后就是说啊 这题面有个例子 比如说小李啊 小李那个比如说在学校学习挺好 但是那个呃期末的什么奖学金或者三好学生没凭上啊 然后请问小李现在该该应该怎么做啊 哎 小李觉得老师一定是那个有眼无珠啊 老师那个选别人就是不选我 老师这个呃这个对我有意见他这个不认他很坏啊 有眼无珠 那选项B 那个这个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 就是你们爱评啥评啥吧 也以后不评了啊 也不管你们没关系了啊 选项C啊 选项C是 呃呃你们你们该咋该咋咋例吧 反正我觉得你们就是你们就一群混蛋啊 你们玩你们的反正是我也我也不管不管你们了啊 反正是我躺平啊 你们爱给我评啥评啥吧 反正是我躺平了 我不管了 选项D是那我精神去好好表现 我下次还要争取争取老师的认可啊 正确当然是选项D嘛 对不对 但是网友其实是很聪明的 网友觉得就应该选多选ABC都选 我这个态度是非常正确的 这个网友其实是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你面对这么一个结果的时候 你就应该拥有ABC这三种状态 那么你就会心态非常好 你过得会非常幸福 只不过那这个笑话 其实这个段子是网友的一种发泄嘛 他们内心知道什么样的是对自己更好的一种一种心理状态 但只不过现实生活告诉我们 现实中老师比如说是一个强权 你的领导他关系着你的绩效奖金 关系着你一切 你不得不在乎他 对不对 你包括很多时候你的男朋友女朋友 他也会评价你 你也不得不在乎他 甚至比如说你的孩子 对不对 你甚至也会评价你 我是不是一个好妈妈好妈妈 也会评价你 你的朋友很多人就会在意你评价 但所以说很多人其实并不能把这种 这种心态选ABC这种心态贯彻到他的生活当中 而只是在网上这么发泄发泄 但我就觉得说你做人要做到什么 就是逻辑自洽 对吧 你逻辑自洽才是一个是让你就是不会说违心的话 不会说虚假的谎言这种东西 然后过着表里如一 你也不会从来也不用说为了让别人怎么评价我 而我刻意的去怎么表现 或者我圆一个什么谎用不着 所以我就我就这里就是鼓励大家说就要按照选ABC这三种态度来来人生 那那就是那那你平时呃在生活中或者是就是是怎么应对这种外部的评价的呢 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呃就比如说我是你的老板 我就说你这个工作能力就是不行 你这个表现就是很差 就是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会呃做出什么反应 你会怎么想呢 我特别好奇这个 很简单 就告诉我你怎么做 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老板吧 就是你就把他当成一个工具人嘛 对吧 那OK 我我那个我不反驳你 那告诉我下一步咱们应该怎么改进就好了 呃那你会觉得就是 他是不是在否定我啊 我是不是真的不好 你就是完全不会这样想对吗 就只是专注 从来不做这样的猜测 我觉得猜测别人的内心是非常无聊透顶的行为 我从来不做这样的猜测 就是我只根据别人说了什么呃做了什么来来 你都都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别人假如说 别人今天打落一巴掌说 哎我别然后完了别人告诉哎 我呀我昨天开个电视说每个人每天爱一巴掌 有利于健康长寿 我回去打一百一巴掌 我是狗屁就不用管见 这个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就是不重要就看行为 他做了什么 对就看行为 哎那那你会就是是不是会在日常生活中减少很多那种就是呃猜测别人内心想法的那种内耗 就是你对对我从来不猜测别人那些想法太太太没意思了 呃你会担心有人不喜欢你吗 这个情况只有在比如说呃你想出对象的时候对吧 你还没有一个对象的时候然后那个什么这个时候会那什么但是这个本质上其实呃也应该也不是担心而只是说一种一种期许 我就是我希望他喜欢我我希望他喜欢我但是但是我并不担心他不喜欢我这种局面发生 他们如果发生了我找下一个嘛对我发生了我赶紧找下一个吧 啊我感觉就是在在你在你的心里就是别人怎么评价你不等于你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这个我觉得呃我不知道为什么呃我就我觉得中国孩子从小受到教育就就不太不太良好在我看来就是他们我们都太爱接受各种评价了从小小红花什么的什么东西对吧 就这样的东西实在是就太就是呃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呃也很少有老师和家长会直接告诉你像牛顿呢 几定律热力学第几定律啊力学几定律一样告诉你一个金科玉律说人要活的呃在意别人的评价没有人这么直白的讲过但是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言穿深叫就会让你觉得哎我就应该接受别人的评价 如果这个其实不太健康了我同意你的说法比如说就是我们幼儿园的时候呃你做的好老师给你一个小红花啊你做的不好老师批评你就是不管 不管是好的坏的他都属于一种对你的一个评价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为了得到那个小红花或者是呃不想 哎老师的批评就会自动的做出某些迎合他人的行为 我给你讲一个小说事这个事那个呃 那个还我记忆深刻啊我不知道他他具体怎么影响了我但是这个事我觉得他肯定是影响了我一部分吧 嗯我首先问问你啊你是天津的孩子是吧嗯你是第几批入少先队的 啊你这个问题问到我了我好像都没有这个概念入少先队我感觉我好像都没有入 就这嗯我我确实把我问倒了我没有印象你说你的吧你小时候肯定就是比如说一年级时候肯定要先不用带红领巾吧那大了之后肯定要带红领巾的吧对吧 哦我们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呃五年级的时候但我们是全班就是就就只有那一批然后就所有人都是少先队员了 还是五年级还是我忘了这里要高呼天机的教育实在太先进了太先进了这个啊但我觉得这是呃呃就是初中的时候不是会入那个叫什么共呃叫什么 共青啊对对对对那个可能是会分批次的然后可能是就是和你说的那种呃上先队员的那种概念应该差不多就是分批次入哦明白你你是入团早的还是算晚的呃我算是早的早的啊就好好孩子好孩子是吧好孩子我也是个好孩子我从小就是个好孩子对吧又那个不打扰 好课上纪律学习又好但是我们小时候我记得忘了是几年级的时候哈反正很早很早就培养那个少先队员嘛老师呢有一天晚上放学临放学了是说呃他点了一些人的名然后说你们留一下我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一个班人还蛮多的嘛然后是留一下我们不知道干什么 然后留一下然后留一下之后然后老师那个就也没跟我们说任何东西然后他比如说他就让我们都坐到教室的一边比如说教室一共有八排嘛我们都坐到教室的左边比如说有三四排好啊然后他就会呃在前面他也不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事他只是说点到名的去做到教室的右边那那边弄我意思吧 前面做到要叫右边然后他就呃一开始点的很快啊因为因为一开始他是心里有数的我要选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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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面呢比如说剩呃十来个啊或者是五六个他就是开始犹豫嘛你懂吧就是嗯有谁可能说啊要挪到那边去啊那有谁要挪不过去然后呢我很可能就是因为我同桌在我看来我他各方面一直都不如我啊 一个小女孩他各方面都不行然后最后比如说老师可能还像还在比如说呃两三个人之间然后让我同桌挪到那边去了我没有我没有最后后来我们才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啊挪到那边去的是是第一批入刷线队的人嗯你懂我意思吗嗯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太他妈荒唐了太他妈荒唐了第一就是啊 没事你说吧第一就是在我家里就是你爸妈跟你说什么一定要是说哎咱们要聊个什么事或者是就是这个事你你如果一个把一个小孩当成一个智力正常的人看待那你应该跟他说啊咱们今天要选少年队老师呢可能名单也拿不准老师要看看选一选你懂我意思吗告诉同学这是一个什么事把人当成一个正常人看待这是第一步然后说你为了尽量不伤害到孩子你这个事其实应该进行的是老师直接拿出一份 名单而不是说现场选择你知道他老师我那个班主任的行为他有点像呃最后比如说什么好声音的或者之类的就现场投票然后我这个评委我一票就决定他俩谁过关谁谁淘汰你懂我这个意思吗嗯他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很抓马的一个一个裁判员的一个岗位上了而不是他之前经过深深熟虑的对吧因为他有班级的课表有名单吗对吧他完全可以照着班级名单他自己回家慢慢想吗对不对但是他没有 他他要占用你放学的时间一个一个把你叫到那边去啊这样来便利他做抉择啊有可能是那个有可能是他他看着那脸他觉得我这样更好能做出抉择但是他从来不在意孩子的内心感受在我那个事之后我就觉得这老师就是个大傻逼啊他就是我就再也他妈的不认可这个老师了就是他 嗯完全没有一个就是说比较公平公正的标准去选这个东西选这个少先队员然后也没有说明他想干嘛他他他他要干嘛就是很莫名其妙的然后就啊你你做到那边你做到这边对非常莫名其妙而且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在一个正常国家这个老师应该马上被调离岗位了你要你要反思的你你任何一个一本教育那个学的教材 呃前辈写的什么教育体系的理论都告诉你不应该这样对一个一二年级的孩子的都不应该的哎那就是你当时是觉得这个老师很傻逼然后就是你当时遭到这种这种粗暴的对待之后也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自己的想法对吧没有没有我没怀疑过自己的优秀因为我我我亲眼看我同桌叫到那边是就是我跟我同桌坐这么久 我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吗啊明白我明白了哎那那就是在你在这件事情之后然后直到你现在你有再次遇到过这种相似的场景吗哎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我参加投手秀比赛你懂的我参加播客比赛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场景但是没有这么抓满啊因为毕竟这个都还是那个就是呃那个因为那个小学那个那个环境是 他老师他的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你懂吧你现在很多时候呃他那个主办方啊大赛他他其实是他也不敢把你彻底惹毛的啊就这种这种啊嗯嗯哎就是我还很好奇就比如说呃在你小学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后面又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当你一次一次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嗯就比如说你遇到了五次这样的事情那在第六次的时候你是呃怎样说服自己再去参加你你会害怕会担心说啊再次遇到这种抓满的事情吗 还是说就是很赞而然的就去了没有完全不担心首先就是我经历过小学那个事之后我就我就看透我有一种就是就是对所谓的裁判员这个角色我我就是云难风轻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就是一小丑你你你算个什么脚毛子什么东西吗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你不管是第二次第三次还是第五百次在我看来没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嗯那你觉得就是你很看不起他们然后你又要去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说看不起所有的评审员啊比如说有些比如说那个比赛他那个评审还是蛮好的我不是公平能讲出一套理论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呃前两季拓球大会那个罗永浩他我觉得他点评非常好嘛我非常喜欢他对不对我我也是嗯就是我我好奇的是 就是当当当比如说在你小学的那个场景下这个老师这么做了然后你也很讨厌他了那你之后是怎么和他相处的呢就是我觉得和一个讨讨讨厌的人然后这个人的就是在当时那个场景来说他的权力很高然后你又不得不和他相处那你是怎么做的呢呃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好好学题呗 啊就是自己做自己的因为我家里也从来不说给老师送礼甚至我爸妈呃因为很多孩子是这样很多孩子家长他们的爸妈会偷摸给老师送礼然后让老师暗中关照孩子吗这样就是不告诉孩子怎么回事吗而我爸妈都会呃询问我说哎你你在学校你觉得需要咱们给老师送礼吗我都说不需要那吧就他们他们觉得是送不送礼决定权在于在于我在于我我说要送那虽然家里穷 但是也会为了孩子来送那我说不送他们就完成我一件就不送就这么简单如果所有的选择都是不送我不会向他们低头哇我觉得就是嗯你的家庭真的给了你很多的力量我再给你讲个这老师的事吧就这老师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个例啊这个我不是说这老师有多差而是说所有老师都这么差就是你第一天就是入学第一天 老师就在黑板上他就是写了一个拼音就是他的姓他叫木嘛木啊姓木这个姓可能比较怪癖然后说让我们全面同学一起念木然后说那以后叫我木老师我当时我就脑子我就非常奇怪疑惑哎那你全名叫什么呢人与人之间交往不应该告诉我你的全名吗然后这老师第一天就结束了就就完事了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他的全名 我后来遇到所有老师不管是初中的他都哦只有一个有一个老师那个那个因为他叫马林恰好跟那个打平方球那个世界冠军是一个名他会主动说他的全名而他也当成一个幽默的段子来讲这个很好那其他基本99%老师都会叫你们叫我什么王老师李老师就好了我说人与人之间不得先告别人全名吗啊 你这很荒唐我就觉得这非常荒唐的事情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感受到这种荒唐反正我觉得这非常荒唐的就感觉他并没有拿你当一个平等的个体来对待好像他是那种啊高高在上啊你就叫我王老师李老师就可以了对对对对对你并没有资格知道我的全名叫什么知道太荒唐了那那你处在这种荒唐的环境下你会觉得难受吗还是就是啊 我就学习就是我自己学习 这种情况吗比如说嗯就比如说像你就是上学时候的那种情况老师不告诉你全名然后或者比如说在工作中然后有其他一些比较有毒的环境让你觉得嗯不是很舒服会有这种感觉吗嗯没有焦虑就是我是一个就不太焦虑我只是前面跟你说到那种情况会焦虑就是说当我失败我找不到原因的时候会焦虑然后我会马上 随便赖一个随便赖一个随便赖一个 然后就不太焦虑 但像这样这样因为我知道原因吧原因就是要么他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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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怎么正常的人吧就是他要么就是说这个不懂得正常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原则或者是他工作能力不行或者他怎么样吗这个我原因我都是知道的所以我就真的不焦虑 哦就是一旦你找到了这个原因比如说是对方的问题然后 哎那我还是就是就是比如说你和一个人相处然后对方比如说一直尝试突破你的边界或者是对方很没有边界感你遇到这种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因为就是比如说你就是知道他的问题但是你和他相处就是很难受 就少跟他相处嘛就是嗯是这样的就是嗯你首先我其实是一个很没有底线的人就是你看我说话很直所以同样的逻辑用到我自己身上我也是能接受别人很直白的跟我讲任何事情的嗯包括提要求或者什么说我哪不好我也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我也是没有什么说给自己身的一个边界 那么比如说他比如说他比如说有一些事那往往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他做的一些事可能是比如说他非要在比如说在工作中非要用一个很笨的方法做什么或者说非要让我来替他完成他本职的工作这种情况那就很简单就跟他说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或者说你用这个方法会对咱们团队效率更好 你你你我就告诉他什么方法更好嘛就是所以我我遇到困难我就一般选择有话直说我告诉他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或者说嗯这里也有一个事是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到深圳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然后我们那个有一个小组长嘛带着我们去审计呃小组长啊就是一个就一个一个烂人嘛一个烂人啊就会安排一些一些工作那当时我年轻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我刚毕业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就是呃 为手为脚的我不敢什么话都说但呃仅仅是比我大大概也就是大一一岁或者两岁吧就是可能在我前一两年入职的一个女生然后面对我们的小组长我们小组长是个是个一个男的吧还还看起来年纪也不小了然后他他叫陈李德啊那个女生就会说呃他说李德哥我觉得这个是你作为这个组长应该做的事呃你理应如何如何做不应该把这个事丢给我们 他就会这么直接直接跟他说哇我当时我觉得这女生牛逼哇太棒了我就就就就应该这么做嘛太棒了向他学习对对对对对就这件事给你鼓舞了然后就是等你慢慢的在职场有些经验了你也是就是一般是遇到什么事就直接说出来对就是这个都都他做的太对了就是这事就是不光是鼓舞而且我觉得他是正确 确实是一个正确的人之间的方法一个沟通的渠道对哎那那就是每次比如说你有什么不满或者是觉得这个事不对的时候你直接说出来那每一次对方给你的反馈都是正向的吗还是也有负向那种就是说我觉得你说的就是不对我就要按照我自己这么来都有吧那就都有那就那就那就是没有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一个反馈的那个条件一个一个一个 应答方式吗对都有吧那当你面对复向的反馈的时候你会你会怎么做呢会怎样就是引起你情绪的波动吗嗨那就是说他愿意这么做我我因为我如果没有权利去要求他怎么做那我就自然就不这么做了我就不要求嘛因为假设我指的有时候我可能都是建议嘛对不对但如果比如说我们是评级的就是说这个取决于我是 是单纯的给他建议还说我要保卫自己的职责如果他此前他的要求侵犯到了我的职责那我就说这个事就就那就没有商量的余那就是这我的就你就应该回回到你的职责范围内去你就应该做你那份事如果这只是说我觉得他自己有一份他的工作方法那我就不管了那我就不是我也不会越越权我去强迫别人怎么做也就是说就是呃当你只是给建议的时候你就这个建议给出去 你这边就完事了你不会去管他怎么他怎么想他怎么弄就是反正你说出来就已经达成你的目的了对对主要还是看就是他有没有牵犯到我的这个这个领利嘛职责嘛就就很多时候其实呃工作里面合作是这个划分的职责很很不清晰的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确实是我觉得嗯在你在你这么就是在你三十年来的人生当中你有遇到过什么让你辗转反侧啊然后仅值难安的事情吗我我特别我上学那会有一段特别傻的时候比如说考试没考进我理想的名次我就会这个这个撕卷子啊就摔书啊有这种傻的时候 就想想非常傻非常傻傻在哪呢就是具体说什么没有意义吗这个事一次考试成绩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就是那比如说我是此前因为我自己心中有一个理想的目标对吧就是他的我这个这个傻在于说嗯并是并不是说我我我在意这个这个考试的这个评价因为我始终都是不在意但是说我恰好在考试之前我不小心 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后来我就意识到你何必要设这样的目标呢就是呃人人生的乐趣当然是在于设定一个一个目标然后去尝试他去触碰他做这样的互动但问题是你这个目标要设的好玩啊有意义或者说让你心情愉悦这个目标才得当那比如说我单纯的学生时代很多学生都说设定考前几门这个目标没有任何意义他也不好玩他也体现不出来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在我看来所以我我后来会想到这个 这个目标本身是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设的不够准确是是这个是本身我自己的那个就是产生了一些呃就是对自己的目标控制把控不好这个是个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啊就是目标没达成不等于你这个人不好而只是这个可能是目标有问题目标设置的有问题目标设置的是有问题的对你要避免这种就是说就是呃非黑即白或者说什么这这种 呃死应死应的极端的这种对对对哇我觉得你这个心态真的太值得学习了哈哈就是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那种成长型思维哈哈哈哈哈哈那那你可以就是分享一下你平时是怎么设定目标然后达成目标的吗这个这个我在这到你要让我分享我就我也不可能说呃像咱们讲一个 呃三九九九的一堂摄定目标管理课哈哈哈哈没有这个东西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呃反正就是我感觉嗯你好像是那种很享受人生乐趣然后也不会太受外界影响然后很乐天派的人嗯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哇就是虽然说本来聊的是做饭但是虽然说完全跑题但我觉得聊得很开心 不就是聊天的意义嘛聊天就是要就是要自然的聊吧然后就是我还有一个关于我个人的小问题就是你怎么看待年龄焦虑这个事哎呃我最近听你你听日谈公园吗嗯不怎么听啊呃最近我忘了是最近更新的可能最近三期中有一期 时日谈的小伙子采访了一个呃基因方面的一个生物工程师吧啊他人在国外做基因方面的研究的嗯你是说呃在基因面前我们个人的努力还有价值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的他这里面就呃讲到人的衰老并不是说呃一个固定不变的邪律的他不是固定不变的他有会有一个呃突发的一个时刻 啊就是你过就平均来讲啊中位数可能比如说是呃三四四五岁有一次比如说比较明显的衰老然后六十六十一一二这个可能会有一次比较明显衰老就说呃这个从科学上讲大家是有这个研究的啊有点但是也不知道说这个研究到底是可信度是多少但我现在目前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可信度大于50%吧这么理解那么呃这个事儿 好处是一旦你已经过了一个坎之后你就会觉得哎那在未来的十几年里其实我都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衰老哇这个角度这好处对吧那坏处就是说啊就是你会有一个一个坎所谓的坎等着你对不对坏就是一个坏处所以我想问你说的是你刚才问年龄焦虑这个问题呃是我们如果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理工 而生理学上的一个现象来来研究的话那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探究的只是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衰老对不对本质上探究的这个问题但问题是这个东西好像也只是一种屠龙之计甚至没有计就只是让你找到龙在哪里找到房间里的大象在哪里你只是知道什么东西但是严格意义上在讲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延缓的过程 嗯我个人的观点你你每天涂的那些所谓的精华那些东西用处不大油啊他的油在指代表在你的外表你看起来怎么样但是他仅仅是看起来一个呃一个皮肤状态很好的人有可能是手无腹肌之力的有可能心肺不太良好懂我的意思对吧嗯明白就是说这种呃外表上的什么年轻衰老 可能和他这个就是身体健康程度的这个就是不是匹配的不是匹配的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呃涂抹的这些东西有用但是他并没有那么根本上的有用而且他作用其实不太大的所以你这个东西就是你只看到了龙在哪里根本没有一个技你根本没掌握这个技所以焦虑他首先从理工角度来讲没有任何意义 那从从咱们从人文角度来说你活着其实不是为了为了快乐吧你在任何年龄都可以有任何年龄的快乐呀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呃跟你的年龄快乐和幸福跟你的年龄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对不对没什么关系小时候小时候的快乐那青年有青年的快乐那现在有现在快乐对吧 我我我并不觉得我现在会比20岁更快乐或更不快乐对不对就是如果真的有更快乐或更不快乐那原因也是因为我当时或者我现在思想不成熟或者是呃饮食生活方式不健康交友不慎而并不是因为单纯的我年龄大或者年龄小 啊我明白了就是每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不同类型的快乐但这个快乐与年龄没有关系是与你比如说心智的成熟程度心智的成熟程度然后和你思想的这种你怎么思考有关系就是和年龄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对啊所以就是从人文角度说这个你完全不用考虑这个事而且从理工科角度考虑你考虑他也没有用 对对对确实是没有办法避免这种生理上的衰老嗯那就是那那你是怎么看待那种比如说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然后这种催婚呃催欲这种这种现象或者是这种呃社会上的声音呢他本质上不就是把某种评价里的标准复制重复一万次一百万次一亿次吗 如果你已经不认同某一种评价一次了那他重复一百万次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忘了是哪个科学家还是谁谁说了就是那就是重复一百万次多少次的谎言那还是谎言吧对不对真理只要说一次就够了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并不在于说这个事很多人都要求你啊好像世界上99%的人 他们到了你一定年龄都要买房都要结婚都要怎么怎么样好像这个事很对哦好像是真理了然后我就觉得并不是的并不是的啊就是他的本质其实还是一种外部评价他只是换了一个外皮包装而已对啊他只是就是认可这种评价人很多而已嘛人多人少有什么区别呢对吧如果一个真理是真理一个人就够了 如果他不是真理那多少个人他都不是真理啊嗯那嗯就是真理是真理是不是真理是怎么判断的呢就是他不是由支持他的人多或者是人少来判断的那他什么是决定他是真理什么决定他不是真理他是靠哪些因素影响的呢哎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很多人其实呃 容易比如说当他们开始思考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会陷入一种相对主义的误区觉得哎这么做有道理那么做也有道理好像比如说你说啊他好呃好那他说他好也有道理这是什么叫相对主义的误区吗用他来比较他比较他我用用他来比较他总是能有道理说得过去但不是这样的你你你你陷入相对主义的误区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就是 是自己那条内心中你坚定的一种那种价值感啊你的原则比如说在我看来人呃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条就是拥有这个保卫自己生命和健康这个权利这个这个在我看来是不需要证明的对吧就像万有引力不需要证明然后人拥有迁徙行动的自由也不需要证明那对不对对不对那人拥有这两个东西然后包括他 他的财产我用我的财产我也不能被别人拨得走对吧那同时你看这也反过来推推出也意味着说我的财产不能被别人都拨得走那么当如果我侵犯到别人的财产了或者我侵犯到别人健康了那么我也理应赔偿我也理应道歉我也理应退退回来对吧都是这就是所以这个是我我觉得就是不需要呃政治书或者社会常识书告诉我的我 就是这么认为的我相信这个也是呃从呃古罗马呃大英帝国呃从那些上古哲人呃西塞罗呃柏拉图包括保守主义的先驱伯克呃休默他们一直坚诚的是这一派逻辑就是像自然法并不需要任何人来说咱们今天呢开会讨论一下咱们国家的法律啊讨论一下写好哪几条好并不需要这么一个过程 嗯而是就直接就人就应该就有这么一个一个认识那然后他们咱们就都知道欧洲英格兰他们是判例法系吗如果人与人之间有了矛盾好那么咱再来现场再来调节再来搞想怎么一个回事啊想明白了好那这个判例以后可能就应用在跟他类似的判例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并不需要说先有一个什么呃中小学生守则十条 这东西特傻并不需要用这个东西来告诉你你世界的规律怎么样的并不需要明白嗯也就是说其实这种跟人的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基本的权利他就是一个嗯就是真理他就是一个应当被遵守的东西 对吧所以就是那并没有一条说我我觉得哎我剩下来就应该三十岁结婚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说这个这个权利或者是义务都没有都没有或者是男人去跟爱女人或者怎么样没有都没有这回事啊啊 呃我可以理解为就是除了这些比如说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基本的人的权利之外其他的就是看你自己内心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呃我找到了我内心真正我认为符合我价值观的东西那其他的一切的外部的东西都是属于外部的评价我就可以不用管他们说的是什么哪怕这个评价认同的人数再多 我只要坚持我自己内心就好了对没错你就做到逻辑自洽嘛我在这里推荐一下我自己播客以前的节目就是我我之前呃很久以前跟一位叫超哥的朋友聊过那些比节目标题可能叫什么论呃人生的自洽还是什么之类的嗯稍等这类的东西对我我找一下嗯我到时候链接过来可以你直接搜呃自洽应该就能搜到这些标题 呃不能不能自洽的人生终将走向毁灭解读三导爱啊不是这个不是不是不是应该有别的对就是那些会聊到呃人生的自洽性就是你坚持什么原则其实呃在我看来不是一个什么什么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重要的事或者说一定某种是对的不是这样的只要你不欺负别人的权利那么你过怎么样的人生都可以 重要的是你给自己树立了什么样的幸福来源你就照着做你照着做就好了比如说你想拥有一个乡间的大大房子那你就逃离北京啊对不对就这么简单你你你你一边想拥有乡间的生活一边又放不下北京的种种这个东西你就人活的不幸福就会分裂你说就是你想要乡间的大房子放不下北京的这种就是分裂然后就不自洽了 然后你那期你那期播客是不是叫自由意志与人生的自洽和必然性及地狱黑哦对对对哇你这个太厉害了我都没收到哈哈哈哈好的我收藏一下嗯哇我觉得你真的是简直是自洽的典范哈哈哈哈自洽之王哈哈哈哈啊我觉得就是和你聊得太开心了然后 嗯嗯虽然说没聊做饭但是我觉得我的收获可能要比聊做饭还要多是吧这个这个做饭的本底层也是这个东西哦也是这个东西对我觉得可能做饭只是这种呃你的这种就是人生性格啊什么的只是你的这种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我觉得直接就是透过了做饭的这个表现直击了本质你你穿透了你穿透了哈哈哈 哈哈哈好的好的哎就是是不是还没自我介绍呢哎介绍了哎介绍了介绍了介绍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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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